您听得懂他在点什么吗 没关系放慢速度再听一遍 他说的其实是能喝咖啡蛋奶标糖加冰 喝咖啡在新加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最早是由华人从印尼引入 这种南洋咖啡口感相当于我们喝的重烘焙咖啡 甚至更浓 而在点餐的时候 新加坡人融入新式英语 马来话还有福建广东方言等等 发展出了一套独一无二的专用术语 也就成了当地复杂又有趣的点餐方式 新加坡有着独特的咖啡文化 在这里当地的民众不分老少性别或收入 都喜欢喝咖啡 而在这个物价相对高的城市国家里面 其实只要大约行比一块三左右 就能够买上一杯充满南洋风情的热咖啡 Starbucks Flash Coffee 在新加坡没走几步路 就能够看到一间知名连锁咖啡店 事实上全球领先的咖啡连锁品牌 像是西马克在新加坡 拥有超过140间的门市 而Coffee Bean & Tea Leaf 则是拥有超过70家门市 而本地咖啡店也有多达776家 尽管新加坡的咖啡市场 已经非常饱和 但是知名品牌 像是陆云莎咖啡 大陆的瑞辛咖啡 还是前仆后继的到这个都市国家 来开设新店 西加坡市东南亚枢牛 因此各大品牌都把西加坡 作为一项国际扩张的跳板 咖啡店竞争激烈之下 当地的民众又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我们同行的人关闭的话 大部分的原因不是因为 有外来的国家的连锁店 而是因为可能自己本身 营业开始营业之前 没有打好自己的基础 或者自己做了那些 像资料的那些搜寻 就如果跟朋友出去 有一个地方聊天的话 那些咖啡厅就比较好了 对 不过如果是每天想喝的话 就南亚咖啡会比较好 无论是本地咖啡店还是连锁咖啡店 无故寄望能在新加坡成功立足 来加真名抢供咖啡商机 以上就是欢迎新闻特派记者 门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九点准时开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